哈囉 今天來跟大家 分享一下我們頻道裡面 比較少出現的一個 磨豆機的機型 那就是我桌上這一台 這一台是Eureka他們 所出的一個Atom的系列 裡面的一個其中的一個型號 叫做Atom Pro 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實 跟我們前幾台介紹過的 Eureka的磨豆機 它的外觀還有它的使用方式上 其實有一個比較大的差異 它這邊沒有做定量的 一個設計 所以開關 這邊剛剛不小心撥到的 就是上下這樣開跟關而已 那底下這個呢就是出粉口 這邊它使用的是這種磁吸的 一個算是叉子吧 算叉子的東西 這個其實是給你放濾杯的 那這樣子的設計其實我們很容易 就能夠去理解說 這並不是一台給E室用的 因為E室目前來說 比較高階的機型 都是會出定時定量 或是乘重定量 那再加上它的這整個 設計的機型 還有這個豆槽 還有它的一些調節的設計 其實如果你現在就站在 這一台機器的旁邊 你很容易就能分辨出 這確實不是一台給E室用的磨豆機 那以前你們看我介紹過很多的 Eureka的磨豆機 其實都有一點偏向家用 或是高階家用的型號 那我其實對Eureka的 很多的設計的元素 都是還滿喜歡的 比如說它 Special Dita 它的小巧 還有它的外觀方正 那加上它的定量啊 還有它其他的設計 還有它的研磨表現 我個人都是給予非常高的一個評價 那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因為我拿了廠商的樣品機 所以我就不會去說它的缺點 但是今天 你們應該會聽到 我說了很多Eureka的缺點 那在這邊 我也要先跟廠商 借我這台機器的廠商 迪生國際 先說聲抱歉 因為這一台機器 我真的就沒那麼喜歡 隱藏一個商品的缺點 然後不讓消費者知道 其實也一直以來 都不是我們的風格啦 那我相信廠商應該也能夠理解 我去講出這一台 很多很多的缺點 因為確實 這一台 目前來說 我自己判斷 它可能在亞洲市場 並不是讓大家喜歡的一個型號 好 那我們就直接跟大家講一下它的規格 它是使用平刀的 然後是75的平刀 刀盤的設計呢 有一點接近 像是Macronin的刀盤 就是有點接近EK43的刀盤 那我目前拿到的這一台 我不知道是不是標配 它確實是使用手沖刀 也就是說你沒有辦法把它磨到義式去使用 因為它的刀盤的最外圍 有做一些 為了不讓粉去阻塞的一個設計 所以會有一些比較粗的顆粒被跑出來 即使你把刀盤的間距調到非常非常的小 還是會有一些粗顆粒跑出來 所以你在使用義式的狀況之下 它的粉餅是絕對沒有辦法提供義式所需要的一個阻力的 這個要先講 大家不要買它回去做義式咖啡 好不好 那整體的設計呢 其實Eureka的這一些使用上的 給使用者的一個操作設計 我個人一直都是非常喜歡的 比如說像是他們這一台 主打它要給手沖使用 那當然它就會做一些濾杯上的優化 就是你這個 這個是可以直接這樣夾進去的 大部分的濾杯都可以使用 那直接放在這邊接粉 那你也可以直接把它黏在上面去使用 那磁吸式的設計呢 還可以依照你的濾杯大小 你慣用的濾杯大小去做調整 這個其實我都覺得還不錯 那如果說你今天不想要用濾杯 你想要用你自己的接粉盒 你把這整個拿下來 放在這邊 你一樣可以使用其他容器去接粉 那操作也是非常的快 這個其實是我對Eureka的磨豆機 一直以來非常喜歡的 就是它可以讓使用者 有非常多方便的一個操作 包含我們最早跟大家講過的 它的刀盤的拆解 其實也不會像其他的型號 你必須要把調整鈕 一直轉一直轉一直轉 然後最後你也不知道幾圈 那你整個刀盤清潔完之後裝回去 你又要用掉大概半磅的豆子 去調整你的磨豆機 厲害一點的半磅 那可能比較不熟的人 一次調整一次的刀盤清潔歸零 你就要用掉可能一磅 或是兩磅的豆子 其實這個是一直以來 我對於Eureka 它跟其他的廠商 所做出來的一個差別性 給予非常高的支持度的原因 就是它使用非常便利 然後調整的方式 用這種調整盤的方式 也非常的快速 然後簡單 只是調整盤的話 這一台我必須要講一下 就是 因為它設計 它並不能讓你轉超過一圈 它就是從0號到20號 那中間呢 每一號中間 才有三個小刻度這樣子 一圈就是這樣子 那你調到最細跟最粗 都會被擋住 那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其實表示它的螺牙是 間距是比較高的 只是它的調整盤這邊做比較大 讓你不會去調過頭啦 可是這樣子的代價就是 變成它的調整 需要比較大的力氣 這也是為什麼它把整個調整盤 做得很大 比較省力的一個原因 那這樣子的設計 其實 我覺得就 跟我以前使用的 Eureka的磨豆機 有一點點的不同 因為之前使用的型號都很好調 那這一台就是稍微緊一點 然後還有加上 它的 我們剛剛講到 它的刀盤是 有一點接近 是Macronin的刀盤 可是它跟EK43這一台 標誌性的磨豆機 它最大的差異就是 EK43它的刀盤 是這樣子垂直排列的 那它磨完的咖啡粉呢 可以有一個重力把它拉下來 加速你的粉去排出 那這一台 它變成是水平的狀況之下 我其實有在猜測一點 就是因為這一台的細粉有一點多 那我再猜測了一點就是 其實它的 粗粉的效率不是到那麼好 可是 它的研磨速度又快嘛 會導致說 你的刀盤裡面會有一些顆粒 在排隊等著粗粉 那排隊等著粗粉的時候 你終究還是在刀盤裡面嘛 它就會再一次被研磨 那我們可以用一個比較簡單的方式 來理解細粉產生的原因 你想像你手上有一塊餅乾 那你把餅乾折成一半的時候 它是不是會掉一些餅乾穴在桌上 所以其實每一次的研磨 你都不能避免細粉的產生 那我們剛剛講到它在刀盤裡面有一些 等待要出粉的一些咖啡顆粒 就一直被那邊 反覆的去打磨 就會產生很大量的細粉 這個也是我去判斷說 為什麼它在亞洲的市場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被接受 因為目前來說 我們不要講亞洲 在台灣我們所觀察到的就是 大家會覺得細粉就是 盡量少 最好是不要有 但是目前是不可能達到的啦 那我也不去跟大家爭論說 細粉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那也不去跟大家爭論說 細粉的容許 或者是最佳的細粉的比例 到底是多少會比較好 但是確實啦 細粉會是影響你一杯手沖咖啡的 很關鍵的因素 細粉太少太多 其實都不一定是好喝 對那 這台呢 其實它的研磨啊 就是它有設定一個 就是比較 低噪音 要坐在營業場合的 可是 真的很奇怪的一點就是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每一次研磨 不管刻度是多少 磨完啊 好像都會有一些 咖啡的顆粒卡在兩個刀盤中間 然後它去互相摩擦 會產生一些比較尖銳的聲音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拆過刀盤 然後組裝的時候沒有把它裝好 還是什麼其他的原因 反正就是 雖然說它在研磨的時候 聲音非常小 可是它的那個 每一次研磨完 中間可能卡一些東西的時候 它的聲音就會變得非常尖銳 然後 不如我們現在就來磨一份給大家看 好不好 我現在使用 桌上剛好是使用 淺烘焙的豆子啦 但是 我個人其實 不太喜歡這一台去磨淺烘的 我拿一個 義式豆好了 這是我自己店裡在用的義式豆 那烘焙度是比較深的 嗯 我們來試看看 磨一點點就好 今天就不做沖煮了 大概磨個 20克 20克的量 對 那 我們直接來研磨 這邊一樣很方便 你可以把濾杯插上去 其實我覺得這個型號 它的很多的設計都是很不錯的 只是 就是有一些 刀盤啊 還有它的表現的風味 其實沒有到 我們亞洲所慣用的這個 那麼 那麼討人喜歡啦 好 那我們直接開始來研磨 現在它的聲音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個會變得非常尖銳的聲音 那我們把它排出 把裡面通道產粉排出 其實你們會發現通道產粉的排出並沒有幫助多少 那我自己的解決方法就是每一次的研磨之後我把它調到最粗 然後 然後 試著讓它 剛剛卡住的那些可以比較輕易的出來這樣 對 那這樣子的話其實就可以排掉 只是 每一次都要做一件這個 這個 洞塑其實 有一點煩啦 對我來說有一點煩 那事實上它的整個 粗粉呢 其實 我個人認為它在標準顆粒的均勻度來說是非常的不錯的 可是就是很大量的細粉會出現在你的濾杯裡 那這個 我就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解決啦 那我也只能跟大家說有這個狀況 那大家如果真的有想要去購買的話 你們要注意一下這個狀況 好不好 那 那 因為這一台它其實並不是定位在家用機 因為它 我在網路上去看到很多很多國外的賣場 他們的定價都是大概1600塊到1700塊美金 美金喔 所以其實它並不是一台定位在家用 雖然說它的刀盤很大 然後它整體的設計的這個操作的系統其實還不錯 可是就是加上剛剛的那一些我說的缺點嘛 那再加上我目前看到 磨比較深烘焙的豆子其實細粉就沒有那麼多 那磨比較淺烘焙的話 其實細粉會到一種有一點阻塞濾杯的這個狀況 這個要先跟大家講 沒有辦法避免 對 那 沖煮的狀況之下呢 因為細粉多再加上它的刀盤是尾段會去反覆的打磨的 所以它的顆粒其實 會接近比較圓形的狀況 當然它還是有基本的平刀所切出來的片狀 但是就會比較再偏圓形一點點 比較不會說那麼的片狀 我也不知道我在說什麼 反正就是 就是從組出來它整體的風味會比較偏向圓潤的那種風味 就是不會有太多的酸啊 或者是說不會有太多的風味的展開 它整個是比較接近圓形的這種風味 對 那 基本上 今天就是跟大家講一下這一台磨豆機 然後 嗯 加上就是廠商借給我這一台嘛 那我最近應該是要把它打包 整個清潔過後打包 然後還給它了 那大家如果有發現的話 其實 這個 這一台 我不知道有沒有收到音 就是它每一次的研磨碗都會有一個風扇的聲音 那它是在幫助這整個系統 包含馬達跟刀盤去散熱 確保每一次的研磨 因為這種手沖式的磨豆機 你不會像義式一樣一直磨一直磨 所以它可以確保說 你可能過了一分鐘之後要研磨下一份 它的溫度 刀盤的整體的溫度又降回到常溫的狀況 我覺得這 種種的 跡象表明呢 它就是一台營業用的 手沖研磨磨豆機 對 因為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有這種壓的這種吹氣豆倉啊 就是表示說它可以做單份研磨 可是我個人還是覺得啦 因為這種 這種 單份研磨的豆倉 就是你在尾段要把它壓出來那一段 其實 它整體的研磨的表現 它跟正常的時候的研磨 會稍微有一點點不一樣 那當然你可以透過一些技術去克服嘛 那 但是我還是要講 它跟正常的研磨是不一樣 所以這種吹氣豆倉 通常都是我們拿來使用做 通道的清潔 就要換豆子的時候 把裡面的產品給吹出來這樣子而已 所以 它並不是一種 就是 單次研磨的一個設計啦 那 總之呢 其實我還是滿感謝 就是 廠商 願意把這一台借給我 讓我玩看看 就是 義大利 比較傳統的磨豆機廠商 它所做出來這種營業用的 手沖式的磨豆機 風味會是怎樣 因為其實我用它也充足了大概 最少20次了啦 對 它並沒有到 就是完全都不想要去用它的那種想法 可是 在搭配上它的售價 我就會覺得說 這一台在台灣的市場上 可能 沒有那麼討喜 對 那如果說 大家應該也不太會去 買到這個吧 因為它畢竟也不是家用的一個系列 對 那如果你真的 錢太多 你要買回家用 我也是不反對啦 那我個人是覺得說 就是今天這個影片 剛剛大家講一下 有這一台磨豆機 然後 其實廠商好像也沒有進很多 因為這 就是 不太可能在台灣賣得很好 所以他們就是進個幾台這樣 然後拿回來 拿回來 自己開了一台下去試用 然後再寄給我 對 那 其實這個也不能怪進口商啊 因為他們就是一個進口商 他們就是一個 把貨進進來賣的 那當然 他有各種的機型 他必須都要去進口一些回來 來補足他們的一個產品線 那實際上 設計的人是 義大利原廠嘛 那 也有可能 我在猜啦 就是義大利 歐洲那邊的市場 對於 手沖咖啡 這種過濾式的咖啡 可能他們想要的東西 跟我們亞洲人是不一樣的 對 那整體而言呢 我還是認為這是一台 可以用的摩托機 只是 我覺得在整個市場上 我們現在有太多太多選擇 包含現在我的工作室已經又寄來一箱 就是 Eureka的Mignol系列的XL 已經躺在我工作室了 我還沒拆他 對 我打算等這一台 我把它打包好之後 寄回去給廠商 我才有位置在做那一台的開箱 對 那今天的影片就是 跟大家介紹這一台 然後感謝代理商 願意借我這一台來玩看看 然後還被我說了這麼多缺點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來跟大家開箱另外一台 比較適合家用的 然後 我在猜應該是在亞洲地區 會比較受到歡迎的機型 就是 Eureka的Mignol的XL系列 刀盤比較大 65的刀盤 好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下次見 掰掰